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在iPhone上面 标识并且查看相片的拍摄地点 一般来说 如果你没有动到iPhone上面任何设定的话 它是会自动记录你拍摄照片的地点的 那我们今天会教大家如何查看 你相片的拍摄地点 然后如果你发现它没有自动标记地点的话 我们等一下也会教大家如何让它开启自动标记 最后会教大家利用第三方的App 帮大量的照片标上地点 那首先第一个要怎么查看照片的拍摄地点呢 我们先打开相簿 在相簿里面随便找到一张照片 然后把它往上滑 就会出现这个地点了 那除了可以看到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之外 你也可以看到附近的照片 点一下这个按钮 然后它就会出现所有在附近拍摄的照片了 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把这个地图缩小 它就会出现更多这个地图上面的照片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看你曾经去过哪些地方啊 然后拍了哪些照片这样子 那除了用这个方式之外呢 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地图上面的照片 首先呢到你的相簿 然后点一下右下角的这个相簿 进来这边之后呢往下滑 然后在这边呢 人物与地点这边就有一个地点点进去 它就会出现地图了 而且呢这个地图是不限台湾的 就是如果你有去国外玩的话 也会出现在这个地图上面 那假设今天你不小心动到设定了 导致它没有记录到地点 或者是你是从你的相机里面汇进来的话 我们今天来教大家 如何帮你的相片标记地点 首先第一种情况就是 如果你的iPhone没有自动标记地点的话 要去哪里打开这个设定呢 首先我们去打开设定 设定 然后里面去找到隐私权 隐私权在这边 然后第一个项目就是定位服务打开 里面去找到相机这个选项 相机 这边呢要选这个使用APP期间 那可能有一些人不小心把它关起来的话 你的相片上面就不会有地点了 那精确位置的话 就看大家想不想要打开 基本上不会差很多啦 然后再来第二种标示相片的情况 就是可能今天你是从别的相机 汇进你的手机的话 要怎样一次标示非常多张照片的地点呢 这个部分呢 就要使用到第三方的APP了 我们今天呢会使用到这个第三方的APP 叫做Access Viewer 它可以一次标记多张照片的拍摄地点 那大家呢可以到App Store里面来下载这个APP 然后我也会把网址贴在我的说明栏跟留言区 下载完之后呢我们把它打开 进来之后呢它会要求你相片的存取权 那你就先允许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边有 就是所有照片啊相簿等等的 那我们先选这个所有照片 然后它的浏览模式是这样子一张一张的方式 然后上面会有相片的资讯 那我们现在呢先切换到另外一种浏览模式 就是按一下这个箭头 然后这边我们先选网格式图 它就会变成像这样子iPhone浏览相片的方式 然后呢再按一次这个箭头 这一次呢选择这个选择多个项目 那我们去把我们想要标记地点的相片选起来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全选的话 你就按这个所有 然后下面呢你就会看到有四个选项 你可以删除它们的位置 或者是编辑它们的位置 编辑的话你就选这个编辑XF 然后这边呢你就可以去帮你的相片编辑它的资料 例如说你想要一些比较深入的 像是它的焦距多少啊 或者是它的标题是什么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要标示它的位置 所以我们滑到这下面呢就会看到这个位置了 然后按一下旁边这个放大镜 这边呢搜寻来你就去选你想要标记的位置 例如说我这几样照片我想要标示在 杨明山的晴天刚 我就在这边打晴天刚 然后选取这个位置 它就会出现在这个地图上面 那你确定好之后呢 你就按一下这个应用更改 然后这边跳出一个视窗 它问要不要让这个APP修改你的照片 那你就点修改 这样子就修改完成了 那这样修改完之后呢 你以后在iPhone内建的相簿里面 你去查地点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我们现在到相簿去看一下 它修改完地点有没有更改 这张是我们刚才修改完地点的照片 那我们现在把它往上滑 然后这边呢大家看到 我已经成功用刚才那个APP 修改它的拍摄地点了 它已经变成在晴天刚拍摄的照片了 那同样呢 如果你想要看到晴天刚附近的照片的话 你就点这个附近照片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AXF的APP里面 这边呢我们再按一下这个箭头 这边呢就有第三个选项叫做地图示图 你这边呢就可以看一下 你标记的照片在地图上面哪一些位置 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列表示图 来看更多这个照片的资讯 像是它的大小啊 或者是使用的焦距之类的 然后上面也会标示说 这张照片是用什么相机拍的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非常简单 在iPhone上面标示拍摄地点的教学 就到这边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另外呢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学的iPhone教学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